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人羊头库 杨天迪 今天是4月2号 礼拜一 台股台今天是开高走低 你看到早盘开得很好 早盘杀回来 亚洲股市都一样 开高走低 基本上像首尔指数也是一样 早盘本来开盘还不错 尾盘开盘完之后就杀回来 亚洲股市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结构 其实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现阶段的 大家的信心都不够 另外回来看一下台股开高走低 杀回来之后 我们面临几个状况 第一个 这个礼拜的交易是只有两天 就是今天跟明天 然后礼拜三开始我们放五天的长假 所以一般来讲在放长假的情况之下 这五天很长 大概就次于春节而已 基本上放了这个天数太长 太长的情况之下 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会有个假期的效应 长假效应 基本上不愿意不太愿意买股票 或者你可能要调一些股票 那为了避免一些风险 所以大多数人这样想 当然也包含了大内高手 就大资金的内资 所以今天的大概 我看到的是大内高手股票 都基本上都是比较弱 好 不过呢 今天的盘面还是有题材在展现 比如说风电的概念还是很强 只是说风电的概念在强弱分明 我举个例子 3708的上尾头一样是很强掌灵板 可是1589的永贯却是快要打得跌停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观念 就等于说一线的还很强 那概念股一线的还很强 可是二线的开始在走落 这是在概念股的身上 那挖矿的部分呢 那么基本上就倒过来 一线的开始掌不动 像是6150的汉讯 早上一路攻到掌灵板 后来就是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二线很强 2465的这个立台拉上去 跳空掌灵板 最近的二线的挖矿股又起来 矿工又复活了 之前跑去做那个风车 现在看起来 有一些二线的又回来去做什么 做挖矿 这叫三南三杯走一回 有很强吗 原来从高档 这个40块 40块以上 杀回到20块以下 然后呢最近又要反弹上来 最近一些比较跌深的在反弹 像5386的新云 从120砂回到60几块 再从60几块现在弹上来 只是他们会 他们比较会大涨大跌而已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概念 但不管如何 就是他们还很强 也就代表的人气还在 包括封电的包括挖矿 甚至包含了生技 今天也很强 部分不是全部了 已经是部分 所以这些叫做题材概念股 题材概念股的转强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的投机力还在 我的投机力指的是追价的意愿 也就是短线 杀进杀出的意愿还很高 所以目前看起来人气不会淡 在五天长假之前 可是大主力休息了 我拿三个产业三大产业 那做一个分享 这个我认为透明度最高 今年第一个工具机 工具机看到未来三年 看到未来三年 这个能见度看到未来三年 第二个部分叫做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至少看到今年底 MLCC的部分 晶片电阻的部分 可以看到明年 第三大族群叫半导体系统 至少它今年还是什么 季季要涨价 每个季度会涨价 好 就这三大族群里面的龙头 我们把它挑出来嘛 半导体系统元龙头是谁 6488的环球晶 好 如果不是尾盘这样撬一下 这环球晶今天大概跌2.5个百分点 尾盘撬一下再把它收回去 那代表环球晶呢 今天全部在盘下游走 但二哥呢 台胜科在盘上游走 你搞清楚没有 这龙头老大在休息 二哥在起来 这是半导体系统 那被动元件呢 一样 很美容西统的龙头是谁 国具嘛 国具今天开盘之后就往下掉 这是龙头大哥 二哥呢 就是我们的华兴科 今天都在平板上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概念上是这样 那第三个叫工具机嘛 工具机的大哥是谁 2049的上瘾 今天创新高 我上瘾创新高 但没有用 开创新高之后压回来 但另外一个就厉害了 1597的值得 二哥叫值得 拉到掌力板再创历史添加 我值得再创历史添加 整理整理整理 就冲上去 工具机的产业就是这样 你看 冲上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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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冲上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的产业能见度 看到未来三年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你觉得上瘾是比较温吞 股价冲上去之后 它也是整理创高整理 不过它的整理是向上整理 后面还会再创高 一定一定会创高 所以这就是产业面的一个优势 产业对了股价自然就往上走 所以当值得创新高来 这个创下历史添加的时候 明天就看上瘾表现了 好 我们希望明天的龙头股回稳 好 龙头股回稳 那龙头股回稳 你至少不要有太大的卖压 我想这个比较重要 大内高手你不买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卖太多 那最近的股票就是这样 可能有一天强可能隔一天就弱 在电子身上 我讲的是电子 因为电子的比重很低 你看电子股占成交的比重只有61.9 那个根本都拉不到七成 所以有些强势的可能隔一天就走弱 就像像我们的齐立新在今天走弱 他走弱下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上个礼拜六很强 有没有 一副要创新高 但马上把你打回来 好 那齐立新的高点 他的历史天价在114块 那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冲到113.5 差一点要创新高 今天直接开D 可见的上个礼拜六买进来的 都是短线 都是短线在那边操作 然后呢一看到盘不对就把它卖掉 又换下一次股票操作 那齐立新好不好 齐立新好得不得了 而所谓好的不得了是指他基本面 那筹码面呢 筹码面真的有点乱 这地方可能有一部分 这个上档的套牢的一个卖压 解套卖压要出来啊 或者是这个筹码有点松动啊 不管 但基本面的诱因 才是我时不时有股票的最重要关键 好 那齐立新的部分 他的基本面来自于哪里 他虽然是电感厂商 但是因为他并了妄权 就是百分之百并的妄权 所以妄权是晶片电阻大厂 就是晶片电阻在国内 第一大叫国具嘛 第二大就是妄权 第三大呢叫大易 我待会给你带你来看 所以我在买齐立新是买他的一个晶片电阻 所以当时95块97块再买 104块再买 那原因就在于买他的晶片电阻 那现在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晶片电阻仍然是我看好的一个方向 因为今年的缺口大概7%到10% 可是股价拉回是40 也就代表着说上个礼拜六冲上去很多都是短线客 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他需要消化114块的套牢卖押 所以将来在110块以上 他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等他真正站稳在110块 我才能够真的松一口气 目前都还不能松一口气 但不管如何 那我刚才谈到 我说晶片电阻 齐立新是以晶片电阻的概念来谈 可是上个礼拜里有一个消息 就是他的电感 他的那个微粒的电感 就是他比较没有什么赚钱的电感 全面的一个涨价 全面涨价也就代表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产线 以前是不太赚钱的 在全面涨价之后至少他不会亏了 那对齐立新而言他当然受惠 所以这是为什么上礼拜六大涨的原因 那今天杀回来就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是短线杀进杀出而已 那我的一个看法很简单 基本上我当时在买上银也是一样 我210块买涨到296块 再从296块杀回到267 大家都在那边短线 可是到现在的上银呢 今天创新高427 重点是产业趋势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好拿回来 所以2456的齐立新间杀回来之后 他是晶片店主的龙头 因为他有望权嘛 那晶片店主的二哥是谁 2478的大一间都在平盘上 你能注意到这个关键 半导体细节员的二哥比大哥强 MLCC的二哥比大哥强 晶片店主的二哥比大哥强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工具机的二哥比大哥强 好 这说明一件事情 大咖大资金的内支 我们称之为大内高手 今天大概都比较偏休息或调节 或者气力心大在调节 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压回来 好 不管如何 这个盘 不是不能做 而是要怎么去选才对 我们先来讨论时序 什么叫时序 就是如果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然后就要放五天价 五天价回来之后 你第一个面对到什么 你第一个面对到什么 三月营收公布吧 所以未来的部分 如果三月营收不好的股票 你在这个长假前买 你可能长假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你会被他卡回来 对吧 所以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干脆等你三月营收公布 你不要不如预期 你如果如预期的我再进来 好 这是比较安全的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那好股票拉回来就可以买 譬如说半导体细菌拉回来 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被动元件拉回来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工具器拉回来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但是工具器已经拉不回来 我工具器只有两档 一档叫上银一档叫值得 值得在今天涨一满创新 中价历史添价 上银目前的股价 我也不太愿意 带我的会员再买 但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那我可不可以再去选 有 有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可以 好 我想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谈到 所谓的顺德第二 有没有 我当时跟你谈到 顺德第二本来是要 要公布给我的LINE A的群组的 结果被迫 被迫公开在上礼拜六 为什么 因为他被收购 叫6196的帆宣 对吧 上个礼拜六他跳空涨停满 今天帆宣带大涨 有会员在问 老师 不是华瀚要59块收购帆宣吗 帆宣今天为什么不跳空涨停 为什么 这是你们的第一次 我知道也是我第一次 买股票变加收购 那我应该这么说 其实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帆宣可能自己也本身也不知道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 华瀚在停牌 但帆宣没有停牌 我只是觉得帆宣还不错 我43块买的帆宣 既然可以冲到48块49块 那我又带新会员 在礼拜五又买一次 又买一次进来之后 礼拜六公布停牌 不是公布停牌 公布被收购 就是华瀚要收购帆宣 所以礼拜六的帆宣 是直接跳空涨停牌 不管我43块买的还是48块买的 在昨天都收盘到53块8 然后今天再拉上来 今天拉上来为什么不会所涨一半 因为华瀚收购的价格叫59 59 有人在问 那为什么不收链到59 没有那么快 我跟各位谈 这个被收购的公司 通常它的股价没有那么快就上去了 柯纳也一样 对吧 齐立新并梅磊 理论上要什么 0.73个一个比例 但梅磊一直没有达到0.73 我看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我想梅磊的部分也一样 第一个梅磊是被告知的 就是他本身不知道要被收购 他不是被病 他是收购繁殖51 第一个他不知道被收购 第二个部分 所以他没有停牌 理论上一开始华瀚停牌 梅磊也停牌 就梅磊没有停牌 所以他是被告知的 他并不是真正的 那第二个部分 那我梅磊 我可不可以董事会开的时候 我不同意呢 博通要并高通 高通不同意不是吗 好那博通一厢情愿 那华磊要并樊 樊宣有没有可能不同意 有可能不同意 之前国具要并大议 大议不同意 梅磊要并大议 大议是不同意 所以不同意的情况下 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见得会马上收敛 但我认为这个成局的可能性很高 不是高雄市长成局 是成定局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樊宣没有坏处 我如果纳入了洪家军之外 那我这边是不是可以接到洪海订单 我觉得他董事会应该不会不同意了 但是就算同意 他的股价来到这边位置之后 他短期不会有价差 就是短线年买进去 他就停在这边 他不会来到59块以上 他来到59块以上 他会被打回来 他就维持在59块左右 所以第一个短线客可能会慢慢下车 所以今天应该是短线客在下车 就是不在就是之前有的 他觉得没有这个 来到这边就会停住 好那谁会买 如果你打的够深 价差出来我就会进去买 对我认为他这个成定局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成定局可能性的情况之下的话 再来就是樊宣的未来 未来看好啊 我不管你有没有华汉收购 我都看好樊宣 我不是跟你讲极止外光吗 我认为樊宣的爆发性的产业 这个所谓应用在极止外光的这个领域 EUV的一个极止外光 所以这一部分 他是帮艾斯摩尔去代工 所以樊宣是帮艾斯摩尔代工 那未来半导体在10奈米以下 甚至7奈米以下的制程 他碰到物理瓶颈之后 就要用极止外光这个技术来去做 那樊宣有这个技术 不然为什么郭董会把 会看中樊宣 所以现阶段如果樊宣纳入到 郭董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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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集团里面 叫洪家军的话 他有个好处啊 我可以接到郭董在美国设厂的订单 对吧 郭董要到美国去设厂 那美国设厂的一个订单 除了现阶段的樊宣是艾斯摩尔的一个 美国设备大厂的一个代工厂之外 我现在又接到郭董的订单 你觉得樊宣未来签计会怎么样 当然很好 只是目前短期不会有价差 所以纯粹看短线的会不愿意进来 那时候你看长线的我会抱到现在 我会一路抱着 我43块买的樊宣我一路抱着 好我不管你怎么去 你这边会稍微在那边停住 但都没有关系 好现在问题来了 樊宣原先是我认定的顺德第二 可是樊宣已经涨上去了怎么办呢 不要急我又挑了一档 我用同样的逻辑去挑了一档 从价值出发用成长画梦 那挑了这一档 当然第一个我希望北宇比能够在12倍以下 我不希望超过太远 所以当时挑樊宣的时候北宇比在10倍以下 我买43块 我预估要今年赚4块半 我买43块是不是10倍以下 然后我在上个礼拜我48块还敢买 是因为他的北宇比还不到11倍 所以我敢买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12倍以下 然后呢第二个 我希望殖利率能够在5%以上 如果不在5%以上 你也要接近到5% 就是4.5%到5%之间 有没有 有 我挑出来 那我挑出来之后 这一次我会送给各位 也希望他不要再并购 或者我送给你之后再被并购也行 基本上这两个股 基本上不太容易有并购的情况 但是他的基本面还不错 然后股价的部分还没有正式启动 还在慢慢的在那边盘旋 所以我想这样各个娃娃挑出来之后 那也会分享给我的LINE8的群组 所以欢迎各位先加入我的LINE群组 小老鼠FU8899之后 然后我在适时的时间 会把这份研究报告送给各位 先接受看 年长时间再见 拜拜